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西部 有这样一个地方 自达它建成开始后 多次被各国记者爆出惊天秘闻 如关押外星人 解抛外星生物与最可怕的人体研究 数十年间 这个地方方圆数百公里 一直被美军所封锁 就连从那里路过 都会被抓起来关押数天 它背后称为世界第一禁区 也被人称之美国最难以启齿的机密 没错 这个神秘的禁区 就是牵动着世界几十亿人内心的 美国五十一区 从上世纪开始 在五十一区就不断的传出 各种关押研究外星人的消息 有的美国民众甚至拍到了 外星生物与美军将领谈话的视频 甚至在上世纪末 一位农民坚称 自己看到了一架人盘状的飞碟 从五十一区上空降落 那么问题来了 如此神秘诡异的五十一区 究竟蕴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又是否真的像外界所传闻的那样 五十一区是地球与外星人交流的基地呢 点个关注不迷路 观众老爷们给阿正点个赞 咱以后接着出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一位名叫鲍伯拉子尔的研究人员 向媒体披露 自己曾在五十一区工作过 当记者问到他工作的具体内容时 这位老人却面露男色 在记者再三向老人确保他的安全后 这位老人才缓缓地道出了自己曾经的梦魇 据他讲 自己曾在一九六零年左右 开始被美国派往五十一区主张工作 在他第一次来到五十一区时 就觉得这里十分的奇怪和诡异 第一位这里工作人员很少 并且每个工作人员都被厚厚的防化服所包裹 而且在这里不允许人员之间进行交流 那时的鲍伯拉子尔以为五十一区 可能是研发核武器的秘密基地 保护保密做成这样情有可原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出现在五十一区的东西 逐渐让鲍伯拉子尔这位年轻的工程师 感到后继发凉 在随后的几年中 五十一区对工作人员的限制越来越多 就连外出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鲍伯拉子尔就这样 在五十一区待了足足十年之久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某一天 正在睡觉的鲍伯拉子尔 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响铃 随即他便穿戴好防护工具前往了大厅 结果就在那里 他见到了自己毕生难忘的一幕 只见一只偌大的圆盘状的物体散发 这耀眼的光芒缓慢地从天空中降落 在场的工作人员包括鲍伯拉子尔 已经被此情此景震惊得无法言喻 在这样一种诡异的状态中 只见那只圆盘状的飞行器降落在地面 随即无数美军便将它保护了下 随后鲍伯拉子尔等一众工作人员 都被驱赶回自己的功能 就在鲍伯拉子尔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几天后 上级便将那艘圆盘状的飞行器 运进了研究车间 从而上级便下达了任务 要求在场的工程师争取在最短的时间 内研究破译这个飞行器的推进系统 在随后的几十年 鲍伯拉子尔业已积累地研究这艘飞船 但是最后据他所说 因为飞船内部的零部件实在是过于高级 以地球的科技水平根本无法破译模仿 最后只能草草作罢 从此以后 发生在五十一区周围的怪事 就开始接二连三地发生 居住在五十一区附近的居民中 恐怖的传说开始流传 据说他们目睹了一个球形飞碟 从他们头顶飞过 据说他们在后院看到了一个三角形的不明飞行物 1986年夏天 雷切尔和白段附近一些城镇的居民 赶到脚下的地面在晃动 每周四七点 当地居民总会看到基地里传出奇怪的现象和声音 最后当地的人们不知所措 决定起诉基地组织 但一旦五十一区被起诉 这些奇怪的现象和声音就会消失 一切都会恢复原状 并且在当地也流传出了神秘的温室的传说 据说在五十一区还有一个温室 里面有外星人的冰冻尸体 温室里可能有外星人拿走的飞碟残骸 每一位新当选的美国总统都将参观温室 除了神秘的温室传说外 据报道 在五十一区的地下 还修建了一个秘密基地 关押被俘的外星人和被拦截的外星人飞机 甚至还与外星人签署了协议 一些人认为 与外星事物有关的真相 可能会在每年5月30日 在五十一区附近的基地画室观举行集会 讨论关于外星人的秘密计划 随着五十一区越来越多诡异的事件传出 终于 在2019年9月20日 一群人决定闯入五十一区 根据披露 五十一区位于美国内华达沙漠 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军事基地之一 虽然五十一区几百年来 一直是阴谋论的温床 但这种入侵计划从长远看 是否可行还是一个未知数 袭击五十一区的计划 于2019年7月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轰动 近300万人对加入该计划感兴趣 这一计划激励人们创造了数千个表达包 甚至让美国空军自己做出了务实而严肃的回应 陆军准备反击那些将出现在围城中的人 老实说 尽管面部表情包很受欢迎 但取一个由地球上最强大 装备最好的军队守卫的绝密基地 似乎是不明智的 中企来说 五十一区的真实目的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未知数 美国有无数的外星人支持者 十分的肯定五十一区绝对存在外星人 但是一些明智的学者 却从多方位的角度出发 这些学者觉得五十一区如今的整体布局 已经被许多国家从卫星地图上所知晓 五十一区极有可能是美军 用来研发先进武器的秘密基地 而绝非什么研究外星人基地 对此 许多外星狂热者并不买单 他们说道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 五十一区周围的怪事 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美国也有很多军事基地 但绝没有一个像五十一区一样 充满如此之多谜团的基地 对此 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发表您的意见 你们的留言我都会一一回复 感谢各位观众老爷的支持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请给阿正这个原创作者点个关注点个赞 阿正再次谢谢各位观众老爷们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